好,欢迎收看国际上级战术第20期 看看今天能不能上1600分 开始 G到1,2 首先这个项非常厉害 首先如果将军的话 他可以走G到1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走法 我的一个想法是 后到第一将军 如果他走G到1的话 我有后到F3 因为这个项实在是太强的 因为我威胁的后到G2将来 所以应该是后到D 然后后到F3 这个将军非常的猥琐 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 如果顺手走一步 王到H8的话 他后吃H3 所以先吃热火 好,他走了一步向到E1 这个战术非常有意思 就比如可以走一步第二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威胁 比如说他吃我这个G的话 我直接就生变 第二 同样道理 他如果像吃的话 我可以吃他G 所以这个第二非常的强 这直接就吃他G 马吃第六 他威胁着吃我的后 他威胁着吃我的后 我有没有比他更快的招 好像没有 来看看 首先 如果冰尺会怎么样 如果冰尺他会走什么 这是什么战术 我怎么没没看到什么什么战术 如果直接冰尺会怎么样 他能走什么呢 我漏了什么东西吗 好像也没漏啊 冰尺 巨尺 E5本身是一个比较强的威胁 但是他G控制后控制 感觉E5现在还不是时候 有什么战术 应该还有什么战术 难道是G到G到B5 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他如果C次B我将冰 他可以走王到A7 好像也不对 因为他这个具保护了 等等先算一些比较强制性的棋吧 后持A6肯定不对 后持A6他只需要后持A6就可以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 G吃B7好像看起来也不对 因为G吃B7他可以G吃B7 我再G吃B7他王吃B7 然后呢 我只有一个后 后持F7将军 但也没什么用啊 他随便走一步巨到 巨到D7 所以 好像也不对 或者如果走E5会怎么的 关键E5的话 他如果后持E5 我也没有看到 啊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 E5如果他后持E5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走G吃B7 因为他如果G吃B7的话 我有后持A6将军 啊如果GA7的话 我有后到C8这将军 等等等等 再重新来我再重新来捎捎Z 如果走E5 他如果后钲A6 那我就G吃B7 对吧 我威胁着 好啦 那我威胁着后池A6是江沙 所以它如果G吃B7 我有 后吃A6将军 他如果走王到B8的话 我就持狙江杀 或者他如果走 他如果垫狙的话 我就后到C8江杀 所以E5他不能用后持 那他可以用狙持 他狙持的话 啊我仍然狙持 狼狙持B7 我威胁了狙到B8和狙到 狙一到B7江杀 所以应该是走E5 哈 首先 他走一步狙到E6 说明我刚才这部E5是正确的 那么我可以吃他马 应该没有什么陷阱 吃马他最多就这样一个将军 那我可以随便走一步 王到H2也可以 看起来应该正确的 好的走了一步狙到C4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看看有没有马将军的一个机会把这个马如果能够跳开将军呢我就可以把他锯持掉 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 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诡异 因为我这个地方马可以先跳到D5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马跳到D5他如果这个时候他如果狙持我A4的话我马跳到E7 他这个王是江沙 他王这个非常的 王的位置非常的差 你这些格子全被控制住了 所以对吧 这些格子全被堵住了 然后如果马跳到E7的话 这是一个江沙 就彻底的把这个王给僵死 所以我应该是先走 啊马到D5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你得防这个格子对吧 但是你巨又不能走到C7 你巨走到C7本来想防这个格子 但是我马可以吃C7 所以马到D5是个非常强的一步 他应该没有别的 对他应该没有别的 那这是江沙 马到E7江沙非常巧妙 好这个地方很明显我们要利用这个这个通路兵做一个战术 那么首先如果走F7他会走 对吧他肯定只能走巨到A8防这个身边 那我可以走巨到G8 巨到G8他能走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他能怎么怎么走 他至少得丢这么一个巨啊 对我觉得应该是走F7 然后走巨到G吧 这个地方我又有两个选择 我第一个选择如果身变成F8 对吧 那他肯定居持F8我居持F8 然后他可以走A3 巨到A8他可以走A2 因为像保护A2 或者还有一个想还有一个做法就直接就 啊应该是应该直接去吃A8 因为这样的话像是F7我直接可以把这个冰吃掉 所以我应该直接吃 得直接吃A8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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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